澳洲雪梨的沙利·麦格拉曾经是个疯狂工作的物产顾问经理 他在职场把自己燃烧殆尽 历经三次过劳身心失调被迫修长假 最后辞去了工作 研究人员说职场上可能有多达五分之一的人 都像过去的沙利那样对工作上瘾 目前全球有60个国家正在参与一项有关于工作成瘾的研究 评估问题的普遍性与影响 并且找出让人变成工作狂的原因 像是个体户工作者担任主管职务 或者自己有个工作狂的顶头上司都是高风险 而在家工作也让上班时间与下班时间的界限更模糊 这项研究初步结论显示 三成的澳洲人可能有工作上瘾的症状 其中女性又比男性更容易沦陷 沙利麦格拉已经挥别了工作狂的扭曲生活 现在也努力帮助其他人设定工作界限 回归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疫情加快了弹性工时革命 更多人追求工作生活平衡 一个名叫全球每周工作四天的非营利组织 去年起在美国爱尔兰与英国 跟百家企业伙伴数千名员工合作 先后推动了半年的每周四天工时试点计划 事后调查发现大部分伙伴的生产获利 士气 向心力都提升 员工倦怠与失眠 士病假请假都显著减少 美国民主党及高严马克等三位联邦中议员 今年三月提出全国性的每周标准工时 从40小时减为32小时 相当于五天减为四天的法案 适用在餐饮服务 交通建筑 制造批发零售 等按小时算薪水的劳工 超时部分要给1.5倍加班费 劳房收入会增加 企业则可能要雇佣更多的人手 法案在本届国会通过几率很低 高业坦诚 细节还有待补强 但推动社会思考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到了 不同产业对四天工时的适应性也不相同 建筑业者说周工作日够长 才能把每季预定的工作量如期完成 这家数位行销广告公司两年多前开始 事办每周四天工时 坦言制度变化很难无缝接轨 很多问题要磨合 目前企业事办四天工时的数据资料 样本还不够 美国 纽澳与巴西今年都将有新的试点计划上路 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勾勒未来工作 更人性 更有效率的样貌 公日新闻 是慧中斌